好 各位同學 今天老師呢 剛剛跟各位所介紹的有關於空氣污染呢 請問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非常好 那下課之後呢 老師提醒各位 請你們找五個人為主 做有關於空氣污染跟陽城的報告 那你們的報告形式呢 可以用文字的方式 例如說作文啊 或者是你要用影像的拍VOT給老師看也都可以 好 這樣的話 各位同學可以下課囉 我剛剛不是說過了嗎 我有打掃嘛 這邊不見有沙子 好 你看啊 你再踢 我根本就有認真的打掃 不信你去問其他同學 啊你可以重新打掃啊 不啊 我看他明明就有認真的 誰知道現在要進去 你們都不要吵了啦 不如我來做個題目 看看這些沙子是怎麼來的 小華你在說什麼啊 對啊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聽不懂啦 我是說老師剛說要教一個空氣污染的作業 我就想說我來做一個 為什麼沙子有緣少不完的題目啦 對啊 做這個題目剛好可以幫我平反啊 我可以加入嗎 當然可以啊 可是我們還燒幾個組員耶 那可不可以也算我一份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耶 Me too 我也要 我也要 當然可以啊 但是你們要幫他掃乾淨 那還有什麼問題 先掃啊 老師啊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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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們做關於空氣污染的作業 我們想要做沙子 為什麼有緣少不完的作業 請老師幫我玩 因為我不知該如何做情 喔 竟然啊 看你們那麼有心在這份題目上 這樣子吧 老師這邊啊 有諸葛孔孟專用的三個錦囊 這三個錦囊呢 可以幫助你們解決所有作業的方法 就送給你 也算是對你們有情有義啦 來 請接著 哈哈 小師魯都在是一千塊目 Сп 俏金严龍啊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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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豆帽校長知道了 小朋友 請問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嗎 來來坐坐坐 校長我們想問你 為什麼我們地上總是有些沙子 有少不完 對啊 這些沙子到底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只好能為校長了 所谓阳城就是一些灰尘或是本城被风带到空气中所产生的污染 主要来源有车型阳城 当车子经过时轮胎转动也会带动地上的灰尘阳起 还有当我们在盖房子或是一些施工时候 当风吹来也会影响 然而在我们高平溪河川也是会有阳城的问题 自从八八风灾后高平溪的揉露面积 因遭雨水冲刷揉露面积变得更大了 至于河川阳城又是怎么形成的 台湾本身由于地形流域特性 气候变迁水资源调配 集水区管理和河川地啃植开发等之影响 造成部分河川积流量锐减 八八风灾后 因为河川上游冲刷大量的土石 导致下游河川褂漏地增加 当褂漏地干燥后 再因季节风的远阳带起的那些阳城 就形成我们所说的河川阳城哦 另外呢 各河川在每年11月至隔年3月间 河床或河口也会容易受东北季风吹拂 阳城影响更为严重 那像我这么说你们都了解了吗 了解了谢谢校长 主任在哪里啊 主任 主任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哦 我们是因为老师给我们的一个锦囊 上面写说要来找主任 所以我们就来找你了啊 好吧就由我来告诉你们 阳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空气中的一些粒物质 会经由嘴巴鼻子 可直接进入人体的呼吸道 其实目前大家所关心的悬浮为粒子 除了微细的矿物成分之外 还会夹杂很多种有害物质 像是致病细菌 增菌宝脂和化学污染物等 长时间吸入粉尘 会出现咳嗽 气喉 胸闷等多种不适症状 亦可能诱发过敏性疾病 如过敏性鼻炎 特别是患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人 可能因此生病不舒服 另外阳城为粒对眼睛黏默的伤害也不小 他同时是造成折磨炎等过敏性眼睛疾病的元凶之一 一般老人和小孩的抵抗力本身就比肠人弱 加上有些老人已经患有慢性气管炎 如果在风沙天里不注意保护的话 将会救病复发或者引发其他疾病 回去可以跟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说 要是在这样的风沙天里 有呼吸道疾病及抵抗力叫弱最好不要外出 要是真的一定要出门 一定要戴上口罩保护自己哦 那主任在跟我们讲的懂不懂 懂 谢谢主任 既然我们知道阳城对人体的遗憾 但是对如何防治却一无所知啊 我叫到底要怎么办呢 对啊 对了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警察还没打开耶 那就快点打开来看嘛 对啊快看看啦 快点啦 不会吧 不会吧 最帅气的孙老师 请你帮我们解答一货吧 拜假拜假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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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吵 什么问题 微微道来 让微师帮你们解决就好啦 其实呢 针对日益严重的河川阳城问题 政府呢已经发展出有关阳城的防治的相关对策以及工法 对于较大面积之裸露地或坡面 利用植物根部附着地面表土 及頁面覆蓋錶土以減低因風捲起之揚稱 A.減低風速 B.防止沙土飛揚及沙丘移動 在河床裸地上構築防風網 達到定沙兼營造直升自然入侵的環境 背負防止液散立狀物之覆蓋物 利用水枝粘製力與塵土相結合降低揚塵 魚下游建置藍水壩 使河水蔓延至上游河床 減塵方法中 尤其以直升富裕方法作為有效 和降低風速 保持土壤水分 組織飛沉效果 適當核斷種植橋木灌木或牧草等植栽 亦可破壞風場降低風速與攔截沙塵 經過維師這樣精闢的講解 你們都了解了嗎 了解了 那非常的好 其實維護這個環境 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共同防止陽城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了 那我們知道了